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蛇表示主要是语言上的障碍 用普通话去演戏 特别是有70级的电视剧就毕竟难 开始的时候也尝试用普通话对白 但后来发现因为着重对白会 忽视自己本身的演技发挥 所以就放弃了 关于剧中贤妃每灭一个人剪一盏灯 最后七盏灯灭了六盏灯 最后一盏灯究竟是皇帝 太后还是英路 阿蛇没有揭开谜底 看你们的心里是哪一个我 此前演戏攻略的监制 于正在微博上宣布会拍演戏攻略2 阿蛇恨还没有收到相关消息 不过他表示如果有的话 希望能接眼参与 有记者提问 第二步会不会提高片酬 阿蛇惊讶了的表示还假 同时他还回应了演戏攻略 终止得200万片酬的传闻 阿蛇直接否定说是假消息 听完就好了 你问是不是真的 我会回答怎么可能 阿蛇还透露当时收到 演戏攻略的剧本 他仅仅用了两天就看完剧本 并决定接演 既然蛇诗曼愿意接演演戏攻略2 那么第二步能不能组成原班人马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